下面我们来看一些定积分代换法的立体 试算出x乘以x的平方加1的三次方 从零击到1 这边我们看到x的平方加1是里面的函数 所以我们令u等于x平方加1 现在我们对它微分就得到了du等于2x dx 那么这是一个定积分 所以我们要把上下线要跟着换 所以当x等于0的时候 我们把0带入我们刚刚所令的这个u等于x平方加1里面 所以0的平方加1就是1 所以现在u等于1 那同样的呢 这个上线当x等于1的时候 u是等于1的平方加1 也就是u等于2 所以我们的积分范围就从0到1改为了1到2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 现在我们来代换了 所以x的平方加1就是u了 所以u的三次方 我们把它换掉了 剩下这个x dx这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刚刚所求出来的这个2分之1du 好 x dx是2分之1du 我们把它换掉 换成这个部分 好 那既然这变数已经都换成u了 那上下线要跟着换 所以我们把0到1改为了1到2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积分了 好 u的三次方的反导函数 就是u的四次方除以4 好 那么反导函数求出来之后呢 我们画一条这样子的直线 我们说 我们要把2带进u里 跟1带进u里头去相减 好 好 所以呢 2带进它的反导函数里 1带进它反导函数里 我就得到了2的四次方减1的四次方 乘以8分之1 就等于8分之15 好 这题就解出来了 好 那我们看下面这一题 这一题呢 函数我们观察一下是x加1分之x 好 那么它从0积到1 好 这里呢 我们令u等于x加1 那么这个分母就是u了 好 那么这x跟dx要怎么换掉呢 好 现在我们来解x u等于x加1的话 x就是u减1 好 那这个我们先摆在一边等一下 来带换 好 现在我们对这个u的x为分 我们得到du等于1加0 也就是1 dx 好 好 现在我们呢 把这个上下线来换掉 所以当x等于0的时候 我们把0带进x里面 我们就得到u等于0加1 也就是u等于1 当x等于1的时候 我们把1带进x里 所以u等于1加1 所以u等于2 所以我们刚刚的这个积分的范围 原来是0到1的 现在变成了1到2 好 我们把一切都准备就绪以后呢 我们现在来开始带换 好 所以x加1这个分母这个部分 就是我们所令的u 好 那上面这个x我们刚解出来 就是u减1 x就是u减1 好 那dx呢 dx就是du 好 现在所有的变数都换成这个新的变数u了 所以上下线呢 也要跟着换 好 所以上下线变成了1到2 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来想办法来积分了 好 那这个部分我们看到 我们可以把上面这个u跟下面这个分母u相除 就得到了1 那后面这个部分 负1除以u呢就是负的u的负一次方 好 现在我们来积分 1的反导函数就是u 好 u分之1的反导函数就是ln 啊 绝对指u 好 那么反导函数求出来之后 我们现在要把上下线带进去咯 好 所以我把2带进 这个反导函数 里面 也就是 2减掉ln2 之后呢 我再把1带进 啊 这个反导函数 也就是1减掉ln1 好 这样子我们整理一下 啊 就得到了 1减ln2 好 各位注意ln1 这里是等于0的 好 好 这样子我们就得到我们答案 1减ln2 好 我们接着来看下面这个例题 这个例题要求 根号2x减1 开根号啊 分之x 从1击到5 好 那这里呢 我们令u等于根号2x减1 好 那么du就是它的微分 也就是根号的2x减1分之1 好 这边我们微分的时候呢 用的是连锁率 2分之1拿下来 然后2x减1的次密变成了负2分之1次方 在乘以里面这个函数 2x减1的导函数就是2 所以这个2跟前面的2分之1呢 消去以后我们就得到了这个du 好 好 既然du已经有了 好 那我们先来看哦 这个根号2x减1分之dx啊 好 刚刚好就是在这个部分 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的du 这个部分是我们的du 好 那么x呢 x要怎么换掉呢 好 剩下一个x 我们就把这个 刚刚我们令的这个 啊 u等于根号2x减1呢 两边平方 我们就得到了u平方等于2x减1 之后我们解x x就是u的平方加1除以2 好 那现在还要准备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上下线啊 要换成u的上下线 所以当x等于1的时候 我们把1带进这个x里头 我们就得到u等于根号的2减1 也就是根号1 所以u等于1 那当x等于5的时候呢 2乘以5是10 10减1是9 9开根号是等于3 好 所以我们的上下线啊 由1到5改成了1到3 好 一切准备就绪以后呢 我们现在就可以来带换了 好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先看一下 好 我们刚刚说 啊 这个蓝色的这个圈圈里头 这是我们的du 好 所以这个部分已经解决了 好 这du 那x就是什么 我们刚刚解出来 这个2分之u的平方加1了 好 所以我们现在就对这个2分之u的平方加1来积分 好 上下线也换成了1到3 好 不要忘记了 好 所以现在2分之1拿出来 我们就剩下u的平方加1 u的平方加1很好积分 就是u的三次方除以3 加上u 现在我们把上线3带进这个反导函数里 跟1带进反导函数里 这样子 这个题目就 应该就差不多了 好 所以我们现在来带 好 所以呢 我们现在把这个3带进u里头 3带进u里头 然后减掉1带进u的这个三次方跟u里面 好 先计算一下 我们就得到三分之十六 答案就出来了 好 我们来看下面这一题 x分之lnx的三次方 从e击到e的三次方 好 那我们观察一下 因为我们知道lnx的导函数是x分之1 那么x分之1刚刚好就在外面等着我们 是不是 好 所以我们这里可以令u等于lnx 好 那么du就是x分之1dx 那接着呢 我们现在来换这个上下线 当x等于e的时候 这个下线是e 好 当x等于e的时候 我们把e带进这个lnx里面 我们就得到ln1 ln1的值就是1 那所以下线变成了1 当x等于e的三次方的时候呢 我们把e的三次方带进我们的lnx里头 我们就得到ln的e的三次方 也就是等于3 u就等于3 所以这个积分的范围就从e e的三次方变成了1到3 好 所以我们现在来代换咯 所以lnx是u 所以我们得到u的三次方 那剩下这个部分x分之1dx就是我们的du 就是我们的du 所以上下线也跟着换成1到3 这样我们开始积分u的三次方的反导函数 就是u的四次方除以4 现在我们把3跟1带进去 我们就得到了四分之八十 也就是等于20 这题就解出来了 好 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例题 要算出x乘以根号lnx分之1 那么它也是有上下线从e到e的四次方 那么我们另u等于lnx 那么du就是x分之1dx 好 你看到x分之1dx了吗 好 在这边 好 在这边 好 那跟着呢 我们就把这个上下线也换掉 x等于1的时候呢 ln1就是1 好 那x等于1的四次方的时候呢 ln的1的四次方就是等于4 所以我们的积分的范围就由1到1的四次方 改为了1到4 现在我们来代换 好 根号里面这个lnx我们又u来换掉 所以就是什么呢 就是u的负二分之一次方 那剩下这个x分之1dx呢 我们就用du来换掉 那上下线也跟着换成1跟4 现在我们可以来积分 啊 u的负二分之一次方的翻导函数就是负二分之一加1 就是u的二分之一次方除以二分之一 除以二分之一就是乘以2咯 好 所以现在反导函数求出来之后 我们把4跟1带进去 好 我们就得到了啊 4开根号减掉1开根号 也就是啊 什么呢 就是2减1就是1 所以2乘以1就等于2 这样答案就出来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个题目 好 下面这个题目呢 啊 它是根号x分之1的负根号x啊 好 从1几到4 好 我们先观察一下哈 这个啊 啊 负的根号x是被带进这个自然指数函数里面的 好 那么啊 我们令这个 如果令这个啊 啊 又为啊 这个根号x的话呢 那根号x的导函数是什么呢 就是2根号x分之一嘛 好 所以这个根号x分之一有在外面等着我们 是不是 所以我们想说嗯 这样子应该是一个正确的 呃 令法 好 所以我们就令u等于根号x哦 好 那么我们第一 又就是2根号x分之1dx 那现在上下线也要换掉 所以当x等于1的时候 我们把1带进这个根号里面 u就是等于1 到x等于4的时候 我们把4带进根号里面 u就是等于2 所以我们的积分范围就由 1到4改为了1到2 好 那现在我们就开始来代换 好 那1的负x 呃 负 根号x次方呢 就是1的负u 好 那么剩下的这个根号x分之1dx呢 就是2du 好 就是2du 好 这边呢 因为嗯 根号x分之1dx 好 我们把两边乘以2 我们就得到了2du嘛 所以这边直接带就可以了 所以啊 这个部分你看一下 好 这个部分我们直接带就可以了 好 这个部分就是2du 就是2du 就直接带 可以吗 好 好 所以呢 我们现在跟着下面一步来看 我们就可以对这个 1的负u次方来积分 好 1的负u次方 好 的反导函数呢 就是负1的负u次方 好 现在反导函数求出来之后 我们把2跟1带进去 好 我们就得到了什么呢 就得到了啊 负1的负2次方 减掉啊 也就是啊 加上啊 1的负1次方 好 那这里整理一下 我们答案就变成这个样子 好 好 那么接着看下面这个例题 这个例题我们要试算出 x乘以1的负x的平方 从零几到1 好 那这边呢 里面函数是负x的平方 所以我们令u等于负x的平方 那么du就是负2x dx了 那上下线也跟着换 当x等于0的时候 u就是等于0 当x等于1的时候 u就等于负1 所以积分范围就由0到1 改为了0到负1哦 好 那现在我们来代换 好 那我们把这个1的负x的平方 改为1的u 那x乘以dx呢 x乘以dx就是负2分之1du 好 负2分之1拿出来 我们就对1的u次方积分 好 记得上下线要换成0到负1 好 那我们把这个0跟负1带进 它的反导函数里面去呢 我们就得到了 下面这个东西 也就是负1带进去 0带进去 好 这边打个括弧 然后相减 我们就得到了1分之1 乘以1减掉1的负1次方 这边负号 好 负负 我们把它颠倒过来 所以1的0次方就是1 好 1的负1次方就1的负1次方 这样子答案就出来了 好 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一题 second平方四分之x 好 那从零击到pi 那四分之x是被带进这个second里面去的 所以我们令u等于四分之x 它的导函数就是四分之1dx 好 那上下线呢 我们也跟着换x等于0的时候 四分之0就是0 x等于pi的时候 四分之pi就是四分之1 所以0到pi改为了0到四分之pi 那现在我们来带换 所以这边呢 second平方四分之x就变成second平方u 那么dx呢 dx就是4乘以du 好 接着呢 我们就来积分了 second平方u 它是一个基本公式 也就是它的反导函数就是tangentu 我们现在把四分之pi跟0带进tangentu里面 我们就得到tangent四分之pi就是1 tangent0度就是0 好 所以呢 我们现在把4跟1乘在一起就等于4 这样子答案就出来了 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例题 tangent2x dx从0积到6分之pi 好 那这里我们怎么做呢 如果说我们令u是2x的话 它的导函数是2 是不是 那tangentu要怎么积分呢 这好像我们没有一个基本公式 是 目前还没有导出来这样的一个基本公式 是不是 所以呢 我们怎么办呢 好 怎么办呢 好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tangent2x把它重新写一下 写成了tangent2x 写成cos2x分之sin2x 好 现在你看一下 因为cos的导函数是sin 所以下面如果是u 上面是u'的话 我们知道我们可以用自然对数ln来积分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令下面这个分母为u 也就是u等于cos2x的话 那它的导函数呢 我们用连锁率就得到-2乘以sin2x dx 是不是 好 所以跟着呢 我们现在为这个上下线做准备 好 所以x等于0的时候呢 我们把0带进这个cos2x里头就得到cos0 cos0就是1 啊 所以下线变成了1 好 那当x等于6分之π的时候 好 我们把6分之π带进这个x里面 所以cos的2乘以6分之π 也就是cos的3分之π cos3分之π呢 也就是60度 也就是2分之1 好 所以u就等于2分之1 所以我们的上下线就由0到6分之π 改为了1到2分之1 好 现在我们来做这个代换 所以我们把这个cos2x换成了什么呢 换成了u 换成了u 那这个sine2x dx呢 sine2x dx就换成了这个 啊 负2 dx 好 负2 dx 啊 是负2分之1du 好 抱歉 是负2分之1du sine2x dx换成了负2分之1du 好 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个负2分之1呢 拿到积分的符号的外面 好 记得上下线要换 所以我们现在呢 把这个负2分之1拿到积分的外面里头 里头就剩u分之1了 u分之1的反导函数不是就是lnu吗 啊 ln绝对值u 我们把2分之1跟1带进这个 啊 ln绝对值u里头 我们就得到ln的2分之1 减掉ln的1 啊 ln1就是0啊 啊 ln1就是0 所以我们这样整理一下 我们就得到负2分之1乘以ln的2分之1 那ln的2分之1就是 ln的1减ln2 那ln1现在又是0啦 所以我们就得到负2分之1乘以负ln2 负负得正就得到2分之1ln2 这样这一题就写出来了 这一题就写出来了 这一题就写出来了